除了鱼丸之外还有昨天传出的肉丸 可能现在也都含有毒淀粉 那有专家就说了一颗肉丸它含的毒淀粉的含量 其实就已经超过了我们人体可以承受的毒物的含量 如果你一连吃了20颗的话 你的肾脏会有很严重的伤害 那么大家也知道名厨师阿基斯 他是一项最讨厌食品添加物的 所以他现在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 气得大骂说这些黑心厂商应该要抓去枪笔 桃园县卫生局深夜追追追 查扣也是毒淀粉390公斤 中部卫生局也查出至少9家肉圆店 使用毒淀粉 风存量25号一天就暴增近120公顿 大部分在南部的这些桃园 他们的部也有一些 它的一个往下游的一些经销商跟代理商 各地卫生单位持续追踪毒淀粉 源头大盘商的连城化学 卖给何美冠向台中三个经销商 可恶的郭信封 邪七三进等淀粉制造厂 将化学原料顺丁锡二酸制成毒淀粉 接着向下销售给 嘉惠食品 广泰淀粉等16家淀粉销售商 而制造商确定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 已经开罚 但化工原料贩卖业者连城是否为最大祸首 还是要进一步厘清 根据卫生署FDA统计 目前新美食已经回收毒淀粉2万多公斤 台南市15万公斤 高雄市也有2万公斤 总计全台回收20.6万公斤 毒淀粉封存爆甜量206公断 业者撇清刻意贩售毒淀粉 殊不知早就危害民众健康 以广泰淀粉的毒地瓜粉 顺利C23高达2159ppm 支撑一颗肉圆就寒毒28毫克 接近欧盟耐毒量的30毫克 一天一颗肉圆根本就在服毒 连吃20克小心得洗肾 想来注重食材安全的阿吉士 也忍不住情绪激动 大骂不笑场上 为了省成本和口感 竟让毒淀粉流窜各地 把道德和良知都陪葬 中文陈俊杰 陈建雄 陆一台北浙网报道